英超联赛焦点大战 最终谢尔西3比2战胜阿斯纳 本场比赛的解说詹俊和嘉宾张璐指导 为本场比赛献上了教科书级别的解说和评论 这场伦敦德比大战 场面上双方你来我往 而五个全场进球各个精彩 下半场的变阵更是体现了英超快节奏中的变化 有球迷直呼 看了油文的C罗首秀 再看看英超的伦敦德比 还是必须承认英超就是比一家好看啊 著名足球评论员张璐指导谈到 切尔西主帅萨里的调整十分出色 下半场佩德罗的回撤 让切尔西阵型变成四五一 阿森纳的边路进攻就打不出来了 切尔西的防守变得稳健 看似是蓝军的被动 实则为进攻保证了后方的安稳 比赛来到第六十分钟 萨里换上阿扎尔和科阿琪奇 彻底展现了他的用兵如神的风采 未来可以遇见切尔西的战术打法就会是这么打 萨里的用兵和老辣上半场消耗你 下半场打穿你 而反观阿森纳方面 主帅爱美利换下扎卡 换上托雷拉后中场被压制 很可能是一个换人的失误 拉姆赛 拉卡泽特 都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阿森纳在上半场浪费了太多的空门机会 当切尔西变阵后 枪手在下半场就不会有上半场的好运了 阿森纳为上半场空门不禁自吞苦果了 解说詹俊赛后总结道 本场比赛看来爱美利的技战术指挥完败萨里 切尔西的蓝色大巴车转型为火枪手 但阿森纳也相较以往有了很大的突破 虽然前几轮对手很强 但是在接下来的赛程中 相信阿森纳还是能够展现出 作为英超强队的风采的 贝塔聊体育 认为20只英超球队 谁开门遇见这俩队 都有可能两连黑 倾腔弥淡定 阿森纳确实也浪费太多机会了 不要说赛程的原因 输就输了 不能怪爱美利 前锋把握机会差点 但这就是足球把握不住 是要付出代价的 曼城切尔西的实力也确实在阿森纳之上 爱美利今年要发挥他打专业强项 赛维利亚被拿贯 那样阿森纳目标尽闲四才会有机会 虽然教授是阿森纳的灵魂 但是还是希望爱美利 能为破场带来新世纪 至于萨里 确实酣称切尔西的最大发现 蓝月军团曼城和蓝军切尔西的超级交锋 一定会令球迷大呼过瘾 对于本场比赛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阿森纳目标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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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